大家好,我是吴仔 哇,真是轟动一时 紫盒藏丝案 欧阳炳强离世 翁正晶里合说 愿故人一路好走 曾报当年紫盒藏丝案内幕 翁正晶相信他没有做过 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书生营的人 欧阳炳强也坐了很久来牢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请大家点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这一节就会探讨一下当年发生什么事 跑马地紫盒藏丝案 很多疑团 但当年又说第一宗科学检验 好像是这样 我有看过电影的电影 我记得是任达华演的 当年尾片也很随便 就烂了尾片 但是很多东西根本上不清不错 就没有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所以 刚刚看到最新的消息 其实就过了身 这位紫盒藏丝案的 他家门就坐了 如果有人相信他没有做过 你又很难说他是疑犯 可疑 但是他坐了牢 你又不可以说他什么 其实他的身份很尴尬 我只是这么说当事人 之前已经有一个节目 就是探讨过 他其实说自己是没有做过的 究竟当年发生什么事 我也很想知道 大家好 又是我韜客 最近呢 除了何太比较爆之后 就有另外一宗新闻 就讲这个新的无线节目 猜猜我是谁 这个呢不是内地那套剧 又不是17年那套电影 方东升 不是东方升 最新的综艺节目 就类似尋人记那样 找回当年失踪人口 一宗最爆的就是 讲这个紫盒藏丝案 原来那个怀疑兇手 我说欧阳炳强已经过了身两年了 原来 为什么我说怀疑兇手呢 因为 听回我之后讲的话 就会明白了 我都会讲一些 我觉得的疑点 因为这件事 他就说原来呢 做尋人记那时候 已经是找过他 我答应了他 等他八年归老之后 才再讲这件事 那当然了 因为又不想影响到他的家人 也不想影响到他的生活 所以才这样做 那由于方东升 这两年都找不到他 所以相信他已经过了身了 所以他就开始公开 他的对话内容 那这宗紫盒藏丝案 为什么当年这么轰动呢 那时候1974年 我还没出世 那时候报纸传说 第一宗科学鑑证 去破案的案件 其实这件事是错的 因为呢 其实这件事前一年 已经有一件呢 就用科学鑑证去破案的杀人事件 已经 以及已经是判了罪了 所以呢 其实他就不是第一宗科学鑑证破案 而是呢 他是第一宗呢 没有证人 没有动机 就纯粹靠科学鑑证去入罪的案件 那你知道啊 当年报纸都已经是标题党了 已经是 那当年呢 主理这宗案件的人呢 就叫光头神探 貝雅 那很多人呢 就经常想起光头神探 是麦家 就是这个最佳拍档的光头神探 其实呢 他的原型就应该是这个了 但是当然了 就不像麦家那样傻傻傻的感觉了 他的样子啊 整个摔角佬 大大姐姐的 那整件事是怎样呢 那就是这个1974年 12月17日 在一间兽医的诊所门口 就一早发现了 有个纸箱在那裡了 那但是呢 那兽医的诊所那些人呢 就以为那些人呢 将那些流浪猫狗呢 塞了在纸箱上 丢到他门口 打算叫他处理 那他们就打算 哎呀你阻止我门口 我先去街口 那就搬了出街 那个位的街口 就在跑马地那里了 的电车总站附近 那一间诊所 兽医的诊所门口 那就被一个清洁女工发现了 那当时的尸体呢 就赤裸啦 那一些身体有些严重损伤啦 那些就太三叩了 那身上呢 都有一些电线啊 铜线碎片的 那所以呢 警察第一时间呢 当然要找这个 尸体的身份啦 第二呢 就要去附近呢 开始查附近的那些电子厂 因为你 就是铜线啊 电线啊 那些碎片在那嘛 就在 发现尸体第二天啦 那那些 家人看新闻的时候呢 就发现 咦 好像我的女儿啊 那样 结果就 揭发了这个尸体的身份 就是叫 便玉婴啦 也都呢 有一位 即是说真是神推鬼 那样的 刚巧有一位警员呢 就去了那间叫安里雪糕的店铺的角楼呢 借电话的时候呢 就发现呢 他角楼呢 又是有那些机器 即是那些电线啊 气械啊 那些东西啊 因为他要维修那部那些自动贩卖汽水机的嘛 那他在角楼那裡做维修的 那么就发现 咦 那个场景都有一些似哦 就开始吸引到那些警员呢 去调查这件事 即是这间 雪糕店啦 那最后呢 就在这个上班的记录呢 就锁定了 歐阳炳强就是 这件案件的疑控啦 那一开始呢 一来都没什么证据 就被他保释啦 那但是那些警察呢 都没放过他 24小时监测他啦 甚至乎呢 最离谱呢 就是找人扮鬼 就是打电话去 就是去吓他们的家人 就是说真的一句 这件事 如果在现在来说 他们就失败了 已经犯了法啦 因为 哇 大哥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 就是你在这儿 骚扰那个被害人喔 不是 就是那个被告喔 那样 因为那时候都是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嘛 对不对 但是呢 直到呢 他们说 找了一些 鑑证科的人啊 上了他家 找了他的外套 跟着呢 就说在这个尸体身上呢 指甲那些 那里找到 有七条纤维 跟他那件西装外套一模一样 就把他定了是杀人犯啦 就抓了他 那就说回那个兇手呢 不是 那个被害人呢 那天 遇害那天呢 是做些什么呢 那因为 其实那些时间点 是挺重要的 因为原本呢 遇害那天呢 他要返学啦 之前还要帮阿哥去 北角那里登一些广告啦 嗯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那些 就是有些什么 啟示有些什么呢 是要去 他的报纸 报纸的那些厂呢 就 买广告 登广告那样 那跟着他六点半呢 就原本呢 约朋友呢 在炮马地的电车重站那里呢 就交收一些音幕 剧奏带的 那他的朋友呢 就六点三五分到场了 但是去到呢 就已经找不到他了 所以呢 警察呢 就怀疑呢 他在这五分钟内出事 那首先一样东西啦 那因为呢 他们变玉英的朋友 陳彬彬呢 上一次约他那时候呢 就刚刚在安理雪糕 那个店铺的门口那里 就是会合啦 那他就估计 他是借雪糕厂的那个 楼上的角楼电话 所以 这样就被欧阳明强搞定了啦 那样 因为那个时间点啊 地点啊 都对到 所以就 控方呢 就用这样东西来 来 来 替这个 欧阳炳强啦 那但是呢 其实这件事呢 有很多 很离奇的事情的 那因为呢 初时 没抓到欧阳炳强之前呢 那个 验尸官呢 就说 死亡时间呢 大概是晚上九点到十二点的 那就是说 如果他在十点半后呢 其实就不关欧阳炳强事 因为他已经 收工回家了 但是呢 自从呢 知道了 陈彬彬说 六点半 到六点三十五分 怀疑是 遇害时间之后呢 那个验尸官呢 就将这个 受害时间呢 大幅改成 六点到 晚上十二点喔 即是特意为了 这件事去改啊 令人觉得很奇怪啊 已经是 那第二呢 就是说 当年呢 有一位去过 他那家雪糕店的 观众啦 即是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士啦 他说他小时候呢 去过欧阳炳强那家 安理雪糕店 借过电话的 但是呢 欧阳炳强在那的时候呢 他是不肯借电话给人的 只有另外一位 比较高大威猛的哥哥呢 才肯借给他的而已 即是 照道理啊 正常人去到他那边 都不会借到电话咯 反而呢 他提出一个轮点呢 就是说 因为呢 他后面旁边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间餐厅 是可以借电话的 但是呢 即是那个地方 亦都是比较嘈杂 有人声啦 其实符合到呢 案件里面呢 那个陈彬彬呢 在那里说 他听电话的时候 是听到 有点嘈杂声的 其实是符合咯 所以其实 只不过当时 人没有推 就是没有查到更彻底啦 就错过了这个线索啦 就是这个线索啦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 你们警察是根据打卡纪录呢 去查到欧阳炳强而已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打卡纪录 只是记录到那个人 上班到几点而已嘛 不代表他们那时候已经走了 那不给啊 有一个 有一两个 本身有毒癮的 就留在店里 打算追龙 怎知道是遇到便玉英 搞定了他 那就不出气了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只看上班纪录 即打卡纪录 去找疑犯这件事 我就觉得有点疑气咯 因为其实他们那个雪糕店 它有后门的 如果当时 欧阳炳强还是 你说案发的时间大概六点半至六点三五分 喂 人家刚刚上班了 人家不用看铺吗 对不对 人家只有一个人看整间铺 还要看地铺 人家要买雪糕的 那说真的 哪有时间去做这麽大龙凤的东西呢 其实这件事都很讲不通的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可以无事这些点呢 那些配心员就有得他过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 其实都是一些挺重要的点 但是呢 很多人都没什么提过 那另外呢 还有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手指毛呢 为什么他们搬那个纸箱里 应该有手指毛的 有疑反的手指毛 或者尸体伤上 应该多少都可以采到一点 但是他们好像完全没有提过 手指毛这个问题 纸箱啊 其实那些证物是在那里的嘛 那他有没有采样过 那个纸箱上面有没有 欧阳炳强的指毛在那里呢 但是我看这么多的版本 是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的 此外呢 那法案时间其实也有点古怪的 因为六点半至六点三五分 这个时间 喂大哥 放工放学时间 就是随时是最旺 就是最多人流的时候 你还要看铺 你哪有时间去 放下整间铺去做这些事情呢 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 那还有呢 那个年代呢 1974年呢 ICAC才刚刚成立啦 其实那时候的警队呢 有很多漏集的 那会不会 喂 其实他们本身有些官官相互啊 就是说 你之前立了他的外套去做检查嘛 会不会趁机偷偷地拿到几条纤维 加了下去就说 就说又想快点破案嘛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我都不知道的喔 是不是呢 有什么理由二百多条纤维 你不管你 只管那七条呢 那二百多条是哪些人呢 那这样的案子 真的只有一个人做 还是有同党 还是有共犯 不知道的嘛 这些 那说真的我觉得整件事 就好像那些人 就是想草草结案 而不是想还公道 就是你留意一下 他有些人说 第二次聆讯的时候 就是本来第一次是 是被他上诉得直 接着走得掉的了 但是呢 又不放过他嘛 再捉他回去 又再審一次 第二 因为第一次審信的时候 没有了记录嘛 结案层次那些全部都没有记录 所以要第二次聆讯嘛 但是第二次聆讯呢 他退庭商议呢 是搞了十几个小时 说真的 是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疲劳转转下 喂 任何人都想快点搞定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 他们是想 原案子 而不是说想还公道 那说真的 那一句 那说真的 要找真正的空手是谁的时候 可能真的要找梁思浩出来 搞了个通灵之王 大乱斗 叫所有的师傅出来 占卜一下 天雨一下 那样 看一下 可不可以还原回当时 发生些什么事 可能这样 又可以制造一个 话题 和可以 令到 令到 大家可以知道 到底当时 到底是发生些什么事 那其实呢 台湾呢 很多警察呢 有时靠 有时破案呢 真的要靠这些 灵异东西才可以找到线索 那当中 有些奇案 都是 有时就靠 扔帞杯 有时呢 就真的靠 受害人暴望呢 才知道整件事是怎样的 那当然这件事 那个疑空 勾弦炳强都过了身 就算 伸张到正义 都 就是 迟来的正义 都叫做 都现在 和真正的空手到底是谁 我现在都还不知道 不过呢 我就相信他是无辜的 不知道大家呢 会怎么看呢 或者大家觉得他是真空 还是无辜呢 都欢迎大家留言 当然 我都听过一些故事 因为我以前做保镖的时候 那些丫头呢 全部都是以前前警察 那有些case 我可以去分享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记得留言 和五仔反映 到时我再 和大家分享 一些 和灵异有点点关系 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case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